大家好,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,我是威妮 马上跟大家回顾一下上星期工商铺新闻重点 今年首富工业地由骑士国际以2.97个亿投得 该富工业地位于坟岭安居街,在坟岭工贸大厦对面 地盘面积约1.76万平方尺 地域可做工业、货窗及附属性写字楼用途 可见楼面面积约8.78万平方尺 每平方尺约3387元 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6.8亿元 疫情之下,货窗及物流中心需求恩切 饮品公司维他奶近期以每月103万大手承租 全门嘉明环渔物流广场低层全程作为储窗用途 楼面面积近8万平方尺,平均次价约13元 较旧租金上升约37% 事实上,维他奶之前已在嘉明环渔物流广场租院6层半楼面 连同这次合共租院的大厦楼面面积超过42万平方尺 而商家方面同样录得大手租物 消息指,由美国事务资金乘租中环长江集团中心57楼 一个面积约9234平方尺的单位 月租约101万元,持价约110元 而这次基金奇思早已成租下层单位早年56楼作为香港总部 连同今次矿冲,总租金合共343万元 至于另外一中山下大手租物 据报道,由美国快递公司以131万元 成租光潭友邦九龙大楼 中层全层及低层部分单位 现金面积4.85万平方尺 平均持价约27元 今天的报道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紧贴中原工商部资讯台 下次再见,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